不过中国的金融危机不是以银行破产为表达方式,是用整个的金融运行 低质化的方式来付出金融代价的,比如说美国次贷危机,次贷危机的结果是什么? 结果就是出了问题的银行倒闭,甚至会引发一些连锁反应,跟他有关的银行也会倒闭 他短时间之内会对金融市场比如股市产生巨大的冲击,付出巨大的经济损失 但是当所有的坏银行都倒闭了之后呢,金融危机就结束了,一个正常的国家 他的金融危机就是坏的银行,坏的金融机构倒闭消失,中国说控制金融风险 中国的做法是把所有可能传导风险的管道全部堵住,举个例子恒大倒闭 当他恒大财富没办法兑付的时候,那个时候恒大就要倒闭 但是他没倒闭,为什么?中国政府不让他倒闭 就把所有申请的渠道全部给堵上,恒大只要不倒闭,那银行的坏账就不会体现出来 这就是中国控制金融风险的模式,他就是把这些会产生风险外溢的管道 渠道全部堵住,于是呢银行就不会倒闭,结果就是他运行速度就很慢 整个的银行系统都不能正常运行